不管素食婚食 不管好吃難吃 不管明天黑店 一定有人會喜歡 大家好 我們是夠維根 -我是白龍 小樹 又到了我們經典的吃到飽系列 今天我們來到了板橋 我們第二次來到板橋 上次我們也有拍過一間吃到飽 其實也是在板橋 但那個比較靠近在樹林火車站那邊 然後發現很多小維根留言說 -它這個不是在板橋市中心啊 -對 位置比較偏僻一點 對 今天我們就找了一間在板橋市中心的吃到飽 它叫做好美素食園 這間店在我們素食人的白龍也有拍過 對 我之前有一集的晚餐有來吃過 然後這一間的話 它的價錢在新北市 吃到飽也是算非常非常的便宜 它中午只要99元 晚餐80元 OK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繼續吃看看 -走 好 Let's go 好美素食園 位於板橋區 華新街36號 營業時間禮拜一到禮拜天 中午時間是10點半到下午2點 晚上時間是下午4點半到晚上8點 禮拜天呢 只有營業中午時段 -要不然你們開多久啊? -我們開30連錄 -30連 包在這邊嗎? -對! OK啊 很好 -我們拍一些素食的介紹 -它來推廣得很好耶 -謝謝! 謝謝! -那這個兩塊錢 就在這邊就好了 好 -謝謝! -Youtube啊! -Youtube喔? -對啊 這就是我們 幫你訂閱一下 然後再小鈴鐺再全部開 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-我覺得他們就可以一點啦 -我們就給你... -沒關係 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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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我們要照顏一下 我們照顏一下 -謝謝 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-好 我們進到店內了 剛剛有稍微算了一下 他們的菜色 有超過30種 -30種 而且他們的湯還蠻多的 我剛剛看有三個湯 -兩個是鹹湯 一個是甜湯 -對 我第一次進來的感覺 是那種老字號的店 然後也做了一句 然後老闆娘一直對手 都很自在 就很歡迎大家都進來吃的 -好客這樣子 對 海店的時候看起來店內比較明顯 -晚上的時候偏有一點點狂開 -因為上次我是晚上的時候來吃 基本上是沒有用餐式的限制 你只要在它營業時間內吃 你都可以吃到狂開 -很像我們現在中午來人是比較偏多的 而且我發現有些路過人會進來看一下 然後老闆娘就可以進來的時候 噢 蛇式有快吃到飽了 -這樣子 還是你要在便當什麼的 -剛剛老闆娘有包一個80個便當 -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-對 你要外帶啊 內容都可以自己挑選 內容除了可以夾菜吃到飽以外 -它有一些單點的選項 然後老闆剛請我們吃了一個素麻油湯 -因為它沒有在菜單上面 是隱藏菜單 -應該算是隱藏菜單 沒有那個菜很美 -對 老闆招待我們 有感謝 然後幫大家試試看一看 -它也是60元 對 然後我們剛有請問過的老闆 裡面的所有料都是全素的 -幫我問一下 你們的素料會有含奶蛋嗎 -不含奶蛋 -你們都做全素 因為素料都全素 -它這邊的菜色呢 我剛才覺得也是算滿瘋的 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樣我都有夾到一些 但還沒到全部夾 因為它盤子 還有副盤子就比較小 -這一間也是唯一 因為我們吃過好幾間 這是唯一一間是餐盤 -筷子 筷子都有準備 湯匙也有 -不用那種一次性的餐盤 他們店家算滿環保的 -然後他們的筷子 還有消毒喔 -哇 所以注重衛生的人 非常適合來這邊 -太多了 高麗菜好了 看看它的菜 菜的新鮮度跟味道調味怎麼樣 吃起來是跟一般製作餐的高麗菜 -基本上口感差不多 跟我們煮到比較軟 -我覺得會比較軟一點 然後調味也算適中 -對耶耶耶 剛剛吃到地瓜也很高的菜 -這樣覺得它的調味很清淡的 滿清淡的 -對 就有一點點鹹味這樣子 不會像說外面有個自然很油啊 然後很重口味 它店內有白米 還有這種清米粉 然後我剛剛餐了很多的豆腐 它剛剛旁邊有一大鍋 全部都在煮豆腐 -然後就撈了好幾塊 很爽 -但是單層滷還是會有臭豆腐的味道 -我試一下吃 -滷肉腐 沒有燒... 不是燒肉腐 -不是燒肉腐 -欸 當你大塊吃好爽喔 呵呵 滿滿蛋白質 而且我發現它素料 這樣沒有到很多 大部分還是以菜為主 原型食物滿多的 -我剛剛看只有一盤吃素料而已 -對對對 所以你不想吃素料或吃加工品 -其實你可以不用講 它原本的青菜就很多選擇 -應該算兩種了 我剛好看到這個素 -這也算是一種素料 大豆腐 -就是一般做那種素飯都會用的 -對 它其實不算到非常精緻的加工 所以還算是很好吃 -很期待這種肉燥 你知道嗎 -因為每家店煮出來的那種手法啊 調味都不一樣 -到底其他他們會有什麼新的變化的出現 -它顏色看起來沒有很深 但我以為它會很清淡 就吃進去 它鹹味滿夠的 -然後感覺它滷得滿久 它煮得滿久 所以那個素是亂亂的 -而且它是比較大塊的 咬起來比較有口感 -你看 有豆包 就這塊豆包 -然後一塊紅蘿蔔 還有那個吃醬 -然後它叫什麼豆 欸好 -它叫什麼 忘記名字 我從來想不起來 -就紅色一隻 是那個早餐會吃的 -麵包 -裡面它的甜甜的梅奶汁 好吃 -我想問梅奶汁就少了 -好 如何如何 -全素梅奶汁 -好 全素梅奶汁 -經過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考驗 -店家已經叫我們煩了 -這跟楊全素的 -也是避免把關好了 -因為有時候真的 再怎麼問有時候 -我還是會有那種小出責的說話 -熱網之魚 好 我們就相信老闆 -沒有 老闆在那邊講 -真的是全素梅奶汁 -對對對 我要吃這個 豆蘭 豆蘭 它聞起來 感覺是香酸 -吃吃看哪一家 蛋黃蘿 然後應該是撒黑胡椒啊 -特別黑黑的 哦 不是黑胡椒 它用昆布 -原來是那個啊 昆布 就是煮一煮它散掉 -哦 雖然味道都吸進去昆布的味道 -欸 我覺得這個生菜吃 我覺得它沒有很鹹味 -它都是用一些不同的食材去調味 -調味道就是那種 點到一點點鹹味 -剛剛那個味道 -我喜歡這種點 吃起來很健康 最近有聽到一種說吧 就是 有些人吃材 它都吃不到味道 大家開始加調味料 加鹽巴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太鹹 感覺要加點糖去調味 加糖又覺得 好像有點酸 所以你最後的食物 全部味道都超滿的 那你根本吃不到原本食材的味道 -嗯 所以來這間店也可以吃到食材的味道 -花椰菜一定要夾的 十字花科 -花椰菜 這算是葉菜跟青菜品裡面 -最有營養價值的 怎麼講說話 -怎麼說有 來科普這樣 -那怎樣叫最有營養價值 其實花科的話 它還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 -對 可以多吃 -在這種台灣的店比較難吃那種 莓果類的食物 -但也會 莓果 然後它是草莓啊 藍莓啊 這種莓果類 其實也建議可以每天吃 -不過那個就要... 可能要比較高級的那種 吃到我們三天 才會有那種Buffet式的沙拉拉去 才會有 -可是就少了水果 所以這邊全部吃完之後 可以再去補充個水果 -不錯 -我們吃一下它就好飽了 -這有夠味 -在今天這種偏冷的天氣裡 喝到這個很爽 然後薑的味道也夠了 快冬天了 配來點一碗 -滿適合冬天進來的 這種麵很容易吸湯汁 然後你不趕快吃它就會膨脹 -對嘛... 60塊這樣一大碗 還滿豐富的 -喜歡喝湯麵的 熱湯嗎 可以點點湯汁 然後上面還有很多其他可以單點 都是60塊 那我們就繼續開動啦 -然後去夾第二盤 朋友發現一個很特別的菜 -好像是那種粿 超粿 超粿 你看裡面有菜脖 真是超粿 好 我們吃完了 好美素食園的吃到飽 -吃得很爽 對 然後我們一人花99元 超級便宜 推薦大家可以來板橋 有經過都可以來吃一下 -這邊比較靠近南亞夜市 還有他們板橋的錢櫃 -走過來大概都5分鐘而已 然後它在地經營已經30年了 -所以如果也是板橋在地人 吃素的可能有吃過的 -但是如果還沒吃過的人 可以過來品嘗看 -對 不管你吃素 適温都可以來吃吃看的 -想看看蔬食的生活 -對 然後餃子9人 超級便宜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發到這邊 -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喜歡 -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粉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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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享 我們每週六晚上9點主持在Youtube發布影片 -禮拜一到禮拜五 粉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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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好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是白龍 -我是小樹 掰掰 -see you 趕快留言 -然後你還有便宜於CP值高的吃到飽素食材的食物 -我們就會去拍